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周末必看》,我是秦月 随着2022年诺贝尔奖的陆续揭晓 尽管都是外国人获奖,跟咱们中国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不妨碍大陆的高校和出版社攀关系 诺贝尔奖,说他是中国孩子成长过程中知名度最高的奖项不为过吧 简直是从小到大教育过程中的王炸鼓励牌 可能很多孩子小时候许愿许的都是 哎呀,我长大我要得诺贝尔奖 这南京大学是率先宣布 本届诺奖的物理学奖得主安东塞林格是他们学校的名誉教授 接着同届大学火速宣布 诺奖的化学奖得主卡尔巴里·夏普莱斯是他们的名誉教授 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学也不甘示弱 宣称物理奖得主安东塞林格是他们的名誉教授或讲习教授 人民出版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当诺贝尔宣布文学奖得主为法国作家艾诺后 人民文学出版社宣布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获奖 引来了许多网友跟着是开心起来纷纷留言恭喜 有的网友甚至说该出版社这次赢麻了 当然还有网友嘲讽这都能攀上哈 你别说去研究了一下过往 虽然咱们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寥寥无几 但咱们攀关系的习惯可一直都有 比如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 美国科学家艾里克白兹格荣获此殊荣 安徽的棒负一中挂出了热烈祝贺我校女婿 艾里克白兹格荣获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标语 因为她的妇人吉娜就是安徽的棒负人 毕业于棒负式第一中学 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祖德霍夫 荣获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她的妻子是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89级校友陈璐 有媒体就说了中科大女婿拿下诺贝尔医学奖 甚至还有记者深入江苏无锡采访陈璐的求学经历 你们看这中共国是天天批判美国 强调不要重洋没外批判西方 外资都赶走 可是民间却热衷于和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喷关系 这高效的做法哪怕是顶着被网友嘲讽调侃的对象 无所谓反正该攀攀 与诺奖沾亲戴故不是什么坏事 诺奖得主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多 总比如果关起门来自嗨 仇视外来文明的好呗 现在国内的教育还有觉得英语都是可有可无之物 必欲将其逐出课堂而后快的 中共国闭关锁国的态度带来的荒谬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大荒谬面前 这种小荒谬反而还有点值得我们珍惜了哈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吧 好了今天的话题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每次秦月出来播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说 哎呀你怎么就二出来呀 怎么播一段时间又不播了呀 还有个网友留言说秦月你是不是被排挤了呀 担心我在团队的处境啊 我没有被排挤啊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团队之间相处都非常融洽 都是互相支援帮助的 所以今天秦月就还是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秦月另外的生活频道 分享在纽约的生活 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留言建议秦月该怎么做 搜索美国味道三底辰就可以看到我 我也会把生活频道的网页留言置顶 好啦欢迎收看今日的周末必看 我们下周末见 我们下周末见